好 接下來我們要上的東西叫做星雲 恆星的死亡的結果 每個不太一樣 有些恆星在一件的時候會蹦掉 爆炸 爆炸之後呢 就會變成所謂的星雲 那這個因為以前曾經合融合過 所以它會形成比較多的重元素 我們這裡的重元素就是比氫剛害還要重的元素 叫做重元素 那麼星雲也有分 有有分 我們國中也不焦 有的是本身會亮亮的 這個是有名的一個山葉星雲 很像那個山葉座江草一樣 大江草一樣那個 山葉星雲 這它本身看起來是亮亮的 有一種是後面亮亮它看起來是暗暗的 背後是亮亮 這邊是暗暗的 黑暗的星雲 這個我們 這個我們沒有焦 我們就只告訴你說有星雲這一回事就好了 然後這個星雲 這星雲裡面的塵埃 有機會會形成第二代 第三代的恆星 第三代的恆星 而這個恆星裡面的重元素含量就會比較多 所以考試考過一個題目 甲乙丙丁四顆恆星 問你哪一個恆星的年紀最輕或者是年紀最老 那麼就看重元素含量 如果重元素含量越多 就表示你是人家核融合過之後 炸掉再形成的 所以就是比較晚形成的 所以重元素含量越多就是越年輕的 含量越少就是越老的 就是考試問題 恆星誰比較年輕誰比較老 我們就看了這個叫做重元素的含量 我們是地球 地球不是恆星 可是地球有金木水火土 不是啊 金礦銅礦銀礦鐵礦 有這些東西 那它也是人家怎樣 核融合過之後所形成的 所以我們就告訴你 老星球的死亡 供應了生命起源所需的材料 我們地球上之所以會有金銀銅鐵 那都是以前有人在做核融合 然後形成之後 然後炸掉 炸掉然後才變成 再形成我們地球 所以我們才有金銀銅鐵 所以是它們留給我們的 所以我們身上的那些什麼炭啊什麼之類 都是一些某個老恆星呢 形成 然後塞拉那再見 然後變成我們的 變成我們的 OK 好 這個意思 好 等一下 好 這個就是 這是以前NASA 這是以前NASA發布的一張照片 它告訴你 在這個裡面 這裡面 這裡面 正在有一個恆星誕生 那個是他們天文學家的偉大的學問 他們看光圖啊什麼什麼之類的知道的 我們這些死老百姓呢 你只要負責看說 哇好漂亮 就可以了 好 因為我們光看這個 我們光看這樣 我們也看不出什麼 什麼什麼內容啊 我們光看這個 我們也看不出 我們也看不出什麼東西 本來就只是 NASA當初發布照片說 這裡有一個恆星在誕生 剛剛跟你講嘛 星雲會有機會構成第二代跟第三代之後的恆星嘛 講這件事情 所以他可能有一些新的恆星會誕生 就是有關於星雲的部分 OK嗎 OK